來喔 水桶腰 水蛇腰 通通都來下水餃 遊樂園不再望穿秋水 回到人如潮水 悠遊國力補助票價打三折 打到大家的心坎裡 六福村兩年不見的水樂園 強勢回歸 預約人次超過六萬人 暑假遊園人次上看五十萬人 建湖山的飯店住房率追上八成 暑假遊園人數上看二十五萬人 以家族旅遊 比如說帶小朋友休閒農場 採芒果 或者是主題樂園 年輕人就是去玩水 悠遊國旅名腔起跑 跑得很起勁 個人住宿目前超過十六萬間 完成入住申請 特色團體旅遊有兩千團申請 遊樂園至少超過十二萬人次入園 因為台北市觀光級的酒店 不是很慘嗎 但是這一波暑假 我們跟台北市很多五星級的酒店合作 就是兩天一夜從中南部來 大概兩千多塊賣得很好 我們很多中南部有可能一車一車的賣 我們跟齊敬的沙灘酒店合作 然後我們推出了一個一千兩百塊 兩天一夜 把北部的人再去高雄玩 賣了五十車 一千五百個人 鐵道旅遊也很上道 台鐵宣布八月恢復全部的列車行駛 八月五號到二十九號呢 周五到周一 追加開台北花蓮 台北台東 新自強號列次 還不能去巴黎 你可以去巴黎 你想要去哪裡 只要不要在家裡 華爾新聞 黃美慧 方晴年 泰報道